有 發生內心的開心 就是胖子看到美食的笑容 薯條什麼怪怪的 吃了就覺得梅奶汁好像太多 醬料味道好像很多 可是手就一直拿停不下來 真的沒工商也不是在吹 這個真的是有料 橘子愛你 我們先來看餐點吧好不好 先來看餐點 這個是這個 八千九百萬訂閱 YouTuber開了一家超狂漢堡 在國外好像很紅 然後他出在台灣了 跟Just Kitchen合作 點了一個辣雞堡 還有特製牛肉堡 還有這個起司堡 還點了一個類似薯條 加一堆料的那種 他這個包裝真的很厲害 你看 我覺得他這個包裝設計真的很厲害 他還有那個APP可以download 上面就是叫人家follow他的那個吧 Instagram 還有Twitter還有Facebook 我把另外一個開起來 然後給你們看我照我的桌上 這樣我們有雙視訊可以雙頭龍 把它往下 可以沒看到我桌上的東西 好啦這四個 我們先開牛肉堡好不好 我們先開牛肉堡好不好 看一下他跟他長的一不一樣 香耶 有點興奮 聞到這麼好吃的還是會很開心 尤其是一天都沒吃 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是這個 看一下有沒有長一樣好不好 特製牛肉堡 好像是沒有爆出來 但是有可能是在裡面 然後接下來是辣雞堡 哇他這個胖堡上面的貼紙還不一樣耶 還蠻用心的 喔 這個雞 聞起來辣辣香香的 感覺這個好吃耶 這個雞看起來很有食慾 這個感覺很好吃耶 然後這個是波浪薯 這是薯條 喔 這個熱量你們覺得幾卡啊 這上面滿滿的這個起司喔 酸黃瓜醬加薯條 這熱量轟炸了吧這個 這有點粉啊這個 我們還剩一個 喔 這個超香 這個我等一下 我覺得要給他盯一下耶 這起司已經爆炸了 我等一下拿去給他盯一下 沒有 發自內心的開心 從早上沒吃東西到現在 然後突然看到很多好吃的 就是胖子看到美食的笑容 我去熱一下 然後那個 回來吃牛肉的 給你們看 來 來 喔 這一面應該就舒服啦 這肉量滿多的 大概就是 那種 我覺得這好像比那個 Burger King還厚一點耶 好了來囉 我們來吃 喔 喔 喔 哇 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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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肉感超豐富耶 吃起來跟那個 Burger King是不一樣的口感 再吃一口 哇 真的沒工商 也不是在吹 這個真的是有料 Burger King上次吃到的肉感 比較偏像那種 軟嫩 然後但是它那個 醬料味道比較重 然後就會吃得很膩 這個吃下去它下面有那個 加那個 美乃滋和那個洋蔥 還有雙毛瓜 下面是那種 比較軟綿軟綿的口感 雖然說有加什麼番茄醬 但是它不是那種 很重的那種 BBQ醬的那種味道 所以它吃得到 牛肉的那種原味 就那種 淡淡牛肉的香啊 還有牛肉 很juicy的那個口感 你先不要提醒我這個 我現在沉溺在我的這個 幸福中 先不要提醒我那個 我看一下這多少 240塊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目前 我可以給它 9分 真的很好吃 就是這個價格 而且可以用外送去買到 我覺得這個 我可以給它9分 我去拿一下那個 剛剛那個 熱的那個起司 我稍微烤一下 那個起司 被岩漿瀑布了 起司全部炸了 炸裂起司海 我這起司才會這樣 喔好燙 這是這個 我們的起司堡 三片起司 不行 現在這個太燙了 我們先讓它量一下 我們把雞堡遮一下 這個是它的美式雞堡 好像是美國南部那種 辣醬口味的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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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雞還是脆的內 我再吃一口 是因為我一天沒吃東西 所以特別餓嗎 吃什麼都超好吃嗎 我其實吃那種不論是肯德基的炸雞 或者是什麼 麥當勞 胖老爹 我很不太喜歡吃雞胸 因為我覺得雞胸都很柴 比較喜歡吃大概是大腿吧 那個油脂很多 啊這個他是用雞胸 但他那個雞胸完全一點都不會柴 然後那外皮酥脆加他那個辣醬 他這個酸黃瓜我覺得真的加得很好耶 不管是牛肉或是雞肉 真的都很能解到解膩的效果 感覺就是他把重點是放在雞上面 他沒有想像你說 就是被這個漢堡還有醬料 把那個雞模糊焦點 他這個可以吃出雞的味道 然後又不會 就不會說太膩 因為他有酸黃瓜 我覺得我可以給個8.7分吧 這個稍微酥牛肉一點點 但是真是不像上下 我覺得很優 來 用這個 起司寶 好不好 起司寶 你們有聽到那個卡滋卡滋的聲音嗎 我覺得這個有點 吃了稍微會有點膩啊 因為他的起司真的超多 他吃下去會稍微有點膩 因為沒有別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是起司控的話 真的超愛吃起司 這個吃起來真的會很爽 他只是熱量一個有可能爆棚 你如果上面烤得太焦嗎 不然我吃一下下面的一口看看 下面的是沒有被烤得太焦的 我單純吃下半部 下面比較好吃 下面比較軟 我上面剛剛放在上面烤得太焦了 下面那種他剛來的那個 麵包的硬度 有可能就是跟這個 起司可以完美的融合 因為兩個都是軟的 軟跟軟的結合在一起 就很順 沒有那種突兀的感覺 我剛剛上面 因為想說涼了我去熱一下 結果烤太焦了 軟的比較好吃 來 這是薯條 他這個就是薯條 加上起司 美乃滋 蒼黃這些的 來 我們來吃吃看 熱薯條我覺得稍微 醬有點太多 薯條 什麼怪怪的 吃的就覺得美乃滋好像太多 醬料味道好像很多 想說怎麼吃不太到薯條味道 可是手就一直拿停不下來 他是用美乃滋當主條味的 你們應該有吃過一些 墨西哥那個 玉米脆片吧 就那種玉米脆片 然後上面撒一些起司 然後加一些墨西哥辣椒 再加那個墨西哥肉醬 墨西哥那種的 類似這種東西的 我個人覺得還好而已 我覺得這個就是薯條 加上這個醬這些東西 我覺得頂多給個 7.7分吧 但是我覺得他薯條 單吃之後我可以給個8分 我覺得他的薯條比較好吃 加上這些美乃滋 反而就變得太多味道了 我覺得他漢堡 不管是牛肉堡 還有炸雞堡都有個特色 就是說 你吃下去 你不會被那些醬料 或是太多那種麵包 或是什麼其他的配料 把那個主角搶走 你都可以知道你在吃 就是在吃牛肉 還有這個雞 你可以單點他一份薯條來吃 就點套餐吧 就點個基本套餐就行了 我吃飽了 吃不下了 都是高熱量的 先收起來 明天晚點餓的時候再吃 吃不下吃不下了 阿橘你怎麼吃這麼少 再多吃一點啊 再吃一小口起司好了 這樣這樣子 聊兩口不好看 我們把它弄成平的這樣 再來一口好了 好像還沒有弄平 好像有點多 我看你乾脆直接吃完好了 我看你乾脆直接吃完好了 我看你乾脆直接吃完好了